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3C大人 派哥 最近非常常收到私信说 派老师 我最近在考虑要换 iPhone 11 还是换Spring手机 今天就弄到了一台 最新热腾腾的Spring手机 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马上来开箱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内容物有哪些 看一下你们到底觉得呢 这个 好烫 好烫 热腾腾 热腾腾 从盒子的这个外观呢 可以发现它是非常非常的小一个 那从正面呢 也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一个Spring的logo 马上来看一下 看内容物是什么 那在它的背面呢 就是很大一片的Spring logo 充电线 充电头 一块电池 说明书 16G的记忆卡 老师一拿到手 就觉得这个手机 非常非常的轻 如果你说跟iPhone 11比起来 我觉得重量 连iPhone 11的一半都不知道 那这个好处会是什么呢 躺在床上玩手机 一掉下来的时候 杂商的几率比较低 荧幕的下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Spring的logo 这叫装电池才能开机 所以我们现在来装电池 诶 怎么开啊 它里面是长这样的 老师把这个电池装进去 先装记忆卡 装进去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开机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荧幕上方马上显示 这个Spring的Box Logo 好的 它刚开机还有音乐 非常的活泼 它预留的这个 电量是69% 12点 荧幕呢 可以说是 完全没有触碰的功能 所以说呢 这个好处是什么 跟iPhone 11比起来 上面的指纹量呢 就会大幅的降低 而且这么小的荧幕 用每两下 你就会感觉到眼睛 特别的疲惫 你也不会一直想玩手机 大幅的降低你近视的几率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 Ride Message 可以写简讯 然后里面就是 Inbox Outbox 这个按键啊 非常的有感 按下去就是 特别特别 你有感觉有按到 有时候我们喜欢按那个气泡值 iPhone押下去 没有感觉 但是按下去 这个Menu 按下去之后 有Games 它有游戏可以玩 前阵子不是非常的流行 旅行青蛙吗 它也非常贴心出了一个 跳跳青蛙 那我们来玩一下怎么玩 看好不好玩 它是用按的长久 来决定青蛙跳的距离 再来一次 跳出去 哇 好好玩哦 嗯 对 这个游戏啊 它整个画面 简洁有力 好处是什么 内建游戏 你不用再去下载游戏 不用花了一大堆你的信 来塞到你的手机 完全不需要 哇 好棒 它还有另外一个游戏 叫做 Bubble Party Mix 就是这种 哇 哇好流域 等于是消泡泡的游戏 哇 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 非常流行的 好厉害哦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看起来怎么样 哇 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这个 CAMERA呢 是没有前镜头的 哇 你知道这有多棒吗 你不会再看到一堆 虾妹 虾弟 疯狂自拍 疯狂修图 哇 这个画素 至少有 三十万 不会再多了 完全 自带颗粒 自带效果 你不用 再进到后置去修图 一拍下去 那个颗粒感 哦 有没有 Instagram上面流行的颗粒感 完全爆头 老师马上来自拍一张 完全自带颗粒感 而且 它还可以 录影哦 然后马上来录一段 试试看 OK 蛮屌 不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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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扰 我手机 嗯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不好 这个Supreme手机 慢掉 嗯 好不好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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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老师当初呢 是跟代购买的 因为非常的抢手 老师买到这一支的时候 算是买在低点 这一支是六千元 如果你买一支iPhone 11 你可以买八支 Supreme的手机 这对于一些 很容易把手机搞丢的人 来说是最大的福音 相对低的售价 让你有八支搞丢的机会 那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你在平常在用这支手机的时候 老师建议一个 L的拿法 这样人家才可以完整的看到 你的Supreme的Logo Supreme的Logo 所以呢 经过今天的开箱之后 我想大家应该就心里有数 知道 你应该买哪一支手机吧 蛤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人 记得留言 有问题也可以问我 记得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告诉大家 那手机有多棒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